6月5日至6日 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 围绕进一步深化服务业供给策改革 不断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进行专题协商议证 是政协主席吉林讲话 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策结构性改革专题辅导报告 和前期调研情况及若干问题建议的说明 委员们按家政和便民服务 健康和养老服务 文化和旅游服务 社区治理和物业服务四个主题分组 进行了深入的小组讨论 陈学良 安婷等九位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此次议政性常委会议还首度进行了网络直播 吉林说 市政协要坚持把促进民生改善作为旅行职能的重要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 做到群众关心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研究什么问题 要把促进民生改善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对其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持续进行跟踪 努力解决 吉林要求 深入总结市政协五年来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实践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的有效举措 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的友谊经验 加强政协工作制度建设的丰富成果 和推进政协机关党建工作的实际创新等 推动首都政协事业心火相传 永续发展 副市长程鸿道会听取意见 市政协副主席赵文芝 志祥 傅惠民 葛建平 王永庆 马大龙 蔡国雄 严仲秋 李长友 秘书长周玉秋出席会议 北京台报道